這個操作有幾個要注意的就是 筆刷大小會影響到 它抓的 點的關節範圍 就像我現在如果要移動 這樣會抓到很多個 這麼大的筆刷範圍會抓到很多個 雖然我現在在移動的是這裡 可是其實這裡也會動到 這裡好像多一節 刪掉 那節是多的 Q點它 放大一點點 好 然後你在建立的時候 建立的瞬間 Q 建立的瞬間如果按住Shift 它會跟你建立的位置上的那顆球一樣大 建立的瞬間按住Shift的話 那它就會一樣大 然後你看現在又會兩個一起動的原因是 筆刷大小 好所以如果要固定住筆刷大小 然後這個要當手掌用 我就留這個樣子可以了 好 那這是我要得到的長相 F全畫面 先轉正 再切到y 這樣看 好這是我要得出來的樣子 但我如果覺得它造型頭 什麼地方還要奇怪的造型 我可以再幹 不過這就是我要的 我就到Adaptive Skin這裡按下下面 這個按鈕 Make Adaptive Skin 再回到上面 這個Draw為什麼被打開了 不用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Skin Sphere 看一下是1還是2 切過來 這個就是模型了 這個就是模型 你可以去Dynamesh看 Geometry Dynamesh 預設它開在256 但我現在只是要調形體 所以我大概只會用 64 大概只會用64 來做形體感的調整 用64 因為 先平滑一下 框一下 就這樣 我只要 我大概現在只需要這個面數做 簡單的操作 筆刷放大 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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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那當然有的時候會用 Move做調整 好 背太 誇張了 調一下 平滑一下 那這裡也是要調整的 肩膀 好 我剛剛說要讓它 這個形狀差不多 應該就是我 大概想要的感覺 我沒有一定要它是 很 強壯誇張 那當然之後我腳跟要改了 現在要來改 平滑 框一下 然後 3 框一下 OK 好 這裡再平滑一下 平滑好像不夠 再加上 8 Flatten 壓平 先大概有形狀出來 然後再來繼續做後續的調整 好 所以我會先用Dalamage大概這個尺寸先調形體 好 先調形體 那原則上我大概會把它弄得比較還是很強壯的樣子 好 那你會發現呢如果像我現在這樣子操作 其實很難做 就是如果你要用這種方式做出你的角色 是很強壯的 然後有胸肌 好 有背肌 然後二頭肌什麼 這些都要照正常的樣子做 其實這個樣子做會很辛苦 好 所以我們 呃 待會要用我們的參考圖來做 這部分的操作控制 好 那有些操作這樣子比較會有這個需求 我覺得脖子太長了 我要拉過來一點 那就要再做一次處理 然後 Q 平滑一下 平滑筆刷太大了 OK 這樣應該好一些 好 差不多 OK 所以我現在就用這個形體 等一下呢 我們要把參考圖放到 一起講好了 主要可以丟進來了 那個參考圖我給同學兩張 好有兩張 嗯 一張呢 是正方形的 一張是正方形的 如果你選擇正方形的 那就把它放在 四鋪的地板上 四窗的地板上 如果你選擇正方形的 這一張 正方形的是這張 好 如果你選這張就把它放在這裡 好 好 那當然模型的透明度 就要再調 不要這麼透 好 大概看得到模型為主 OK 那一個是放這種 那我再把它取消掉 選它 選textoff 把背後的地板 不用開出來 好 另外一張是長方形的 長方形的呢 就是放在 image plan 裡面 好 那 我應該會放在背後 所以是 font back 的位置去用 所以找texture 嗯 這個不要用 不要用那個數位筆 好容易滑掉 import 另一張呢 就是在 已經解開資料夾的這一張 同檔名啦 所以你要 不要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會變同一個名稱 好 如果你要用長方形的 那 就用這張去 load image plan 放在背後 這樣做 好 這樣子做 看你要用哪一張都可以 其實你要在背景放正方形的那張也可以 我比較傾向於 這樣子 施作 好 因為我現在那個 這張圖我不是把它做成正面 側面 上視窗 然後去貼三個背景平面來操作 而是比較適合 這樣操作的樣子 因為我現在要的是 我看得到機理 好 然後各個角度我可以去看 好 這裡要刷 那個副斜機怎麼刷 好 然後 背後的背三角機怎麼刷 這個 還有大背機要怎麼刷 那 這個 這樣子 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把它變成實體參考圖 好 這跟做恐龍不一樣 這個時候我們要的是 因為我 我的行李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 然後我們也大概知道怎麼操作 Zbrush 所以現在需要的只是要 當作參考圖用 好 好 好 字幕提供